波塞西变苍老了 风烛残年的模样 让唐三心中不禁一痛 很奇怪 是不是 其实这也没什么 容貌对我来说 早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下 唐三 你自己跟我进来吧 我有些事情要交代你 唐三默默点点头 跟在波塞西背后 一起走进海神殿 前辈 你现在的样子 是不是跟我曾祖他老人家有关 难道说 曾祖他老人家 还不明白您的心意吗 你很聪明 我要谢谢你 你终于让我见到了 他的最后一面 可惜的是 他的到来带给我的 虽然有快乐 但也是更深的悲伤 前辈 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曾祖他老人家 现在何处 知道吗 你和他年轻的时候 很像 只不过 当年的他 要比你张扬得多 当然了 这也和他自身的 实力有关 三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 一代强者了 在统领人中 无人能出其佑 也正是因为如此 明知道他已经有家事 我却仍旧忍不住喜欢上他 唐晨啊 唐晨 你真是我命中的克星 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也仍旧不肯放过我 什么 听了波赛西的话 唐三大吃一惊 忍不住猛地站起来 看着波赛西 是 唐晨他已经去了 他虽然明白了我的感情 也寻了来 可他让我见到的是 他的最后一面 之后 一日十年 我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波赛西前辈 我曾祖唐人家 已经是半身之体 怎么会 他怎么会就这么去了呢 你一定是搞错了 一定是搞错了 孩子 坐下吧 当初 在杀戮之都 他发现了 修罗神的传承神器 可也正是在那 他的神智迷失 成了血红九头蝙蝠王的寄生体 也成了杀戮之都的杀戮之王 汤晨在杀戮之都生活那么多年 尽管他最后在你的帮助下 挣脱束缚 重新找回自我 但他的身体 早已经被完全腐蚀了 血红九头蝙蝠王的剧毒 早已侵蚀了他的身体 尽管他拥有那么强大的能量 可他的身体 根本不足以支撑那强大的能量 原本是杀戮之王的时候 还好一些 体内的能量不算庞大 又是被血红九头蝙蝠王 控制着身体 还能维持生命 可当他恢复神智之后 属于他本身的实力 以及修罗神部分的传承之力 入体之后 庞大的能量 立刻让他的身体崩溃了 他拼命坚持着 坚持着来到这里 见到我 是我 是我杀死了曾祖 傻孩子 别说傻话 他就算死了 也比被那血红九头蝙蝠王 当作寄生体要强的毒 波塞心没有说的是 当唐晨在他怀中含笑而世后 整整七天时间 他抱着唐晨的尸体 不眠不休不动 七天之后 波塞系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千万也解爱吧 没想到唐晨之间的曾祖一命 就必是天人永可 好了 不提这些伤心事了 人老了 总是要死了 只有成为神 才有超脱这规律的可能 他这一生 没有白活 你曾祖灵去之前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见到你成神 传承海神神奇 唐三 如果你真的尊敬他的话 就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 还有 他在死之前 留下了一样东西给你 你受好 就算是留个纪念吧 别忘了 点赞 关注 评论哦